大年初二 霞海城隍廟集滿 善男性女 人人手持清香 全都要來祈求好姻緣 就講一下身高長相這樣 對 各性 各性希望 就是當然是好相處的 帶我們小孩來 就是來拜月 好相處就好 因為上班大家都是喜歡 有緣才會在一起 剛好有準備一個蛋糕 來這邊拜這樣子 看月老可不可以幫 直接安排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提太多條件 他可能也不太會想理你的感覺 民眾各個有備而來 要求姻緣不能馬虎 共桌上最常見的 除了有喜堂 還有桂園象徵圓滿 紅棗代表找到好對象 枸杞是騎丑好人氣 鮮花則是希望戀情開花結果 自己做的 每年都拿回來過爐 人緣啊 桃花貴人啊 對啊 幫孩子們求的 秘理師也建議 可以準備月老最愛的帶殼花生 以及三杯泡好的熱茶 讓月老客花生配茶 畫家場 男生代表左邊 女生代表右邊 所以男生要求姻緣 求到之後 這個姻緣線 這個紅線要帶在右手 你要吹女方 那如果女生求到時候 要帶在左手 因為也代表你要吹男方 系數全台人氣月老廟 民眾普遍認為 蒙甲龍山寺最靈驗 俠海城隍廟最有效率 求複合可以到台中樂成宮 台南大天后宮 則是能讓感情加溫 而拜月老的禁忌 像是不能敲喜堂 對節元茶吹氣或是帶傘 免得緣分散去 另外別戴墓鏡帽子和口罩 以免月老認不出你 不過防疫期間 口罩不能少 那怎麼辦 你在這個防疫期間 要怎麼做比較好 那老師建議就是 你可以用一個紅包帶 寫下你的姓名 生日地址 你可以先在廟外面 找個比較沒有人的地方 自己自拍一張照片 然後再拿給月老看 說這個是我 此外名理師也建議 拜月老時 避免穿黑色系或是破褲 而是選擇穿紅色衣服 才有望得到鎮桃花 拜月老沒尬多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 星辰則靈 環運新聞 余德勤 易立婷 台北報導